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今天2月14號 祝所有的情人 不管有情人的滿心歡喜 沒情人的充滿希望 所以每天工作 每天的生活都要充滿希望 像世光剛剛主持之前 其實腦袋也一片空白 但還是充滿希望 為什麼 很多熱情 因為今年CG又講不完了 而且我們四個月 三位非常專業的來賓 一起跟我們分享他們的看法 所以每天都很興奮 為什麼因為不知道節目會進行到哪裡去 但我們就要特別關注 因為亞洲股市今天普遍出現一個很大的現象 就是開高走低 而且特別這幾年台北股市 出現一個很怪異的變化 可能觀眾朋友們注意到 就是法說會的利多 常常成為隔天沙盤的利多出境 那今天亞洲股市包括了 像新加坡 像菲律賓 像台北股市 像日經指數 都出現了開高走低的變化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第一個原因要重視觀察 今天早上九點半 那大陸公佈了最新 一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跟生產者的物價指數 從這個物價高漲的一個趨勢來看 大陸在貨幣政策當中的緊縮 會不會有進一步加強的可能 而透過外溢效果 那多的過於寬鬆會輸出泡沫 那過於緊縮會輸出恐怖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大陸的緊縮政策 會不會慢慢出現一個傳導的效果 等一下我們要解讀一下 到底CPI跟PPI持續走高 這是大陸個別的現象 還是全球現象 那另外它背後的真正的長期原因在什麼地方 我們要從生產力跟習近平的這個供給車改革來做一個觀察 另外我們要討論到一個問題就在於 這個最新S&P500的總市值已經超過20兆美金 昨天晚上 那我們要從巴菲特指標 因為從美國總市值處於GDP 這個目前這個比例感覺蠻高的 那現在的背景就是川普的民調 那美國蓋諾普民調公司在昨天公布了一個最新的川普民調 其中的詢問蠻大的 到底美國人對川普的印象是好是壞 還是一樣 觀眾朋友 你不到美國 你不是個真正的美國人 你不了解川普的可愛 你不了解美國人多愛川普 你不要聽到紐約怎麼講 你不要聽好萊塢怎麼講 因為那些人把流牌掛在頭上的 什麼嘎嘎 那基本上他不是美國的主流文化 他只是一個媒體的巨星 所以到底美國人是怎麼看川普的 從蓋諾普民調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分析 也可以展望美國股市這不多頭可以走多久 我們請到三位來賓 第二位請到是台大哲學系的教授 楊舉正 楊老師 好 第二位請到我們資深財智者 林萬明 好 第三位請到我們分析師 曾煥文大K 我們基本廣告還要先觀察 因為今天公布的生產者物價 跟消費者物價大陸島 基本上它影響蠻重大 因為它代表一個新時代的展開 過去八年的一個次代海嘯之後的寬鬆政策 在2015年年底的供給車改革 產生了全新的面貌 好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大陸 今天早上九點半公布的消費者物價 跟生產者物價 這個物價的指數跟數據非常重要 因為在市場經濟大中 一個是供給 一個是需求 他們的交叉點會形成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P 就是價格 另外一個是數量 所以在供給跟需求曲線 不管是任何產業或任何企業面對的市場 還是你身為一個消費者 甚至你身為一個投資者 你要怎麼感覺或怎麼理解 這個供給跟需求曲線 那現在我們討論是這個交叉點 所形成的價格 而這個價格會影響數量 所以為什麼過去各國的央行 扮演上帝的角色 試圖用影響價格的貨幣寬鬆 來影響數量的需求跟產出 好 觀眾朋友我們今天討論了 就是這個均衡點的問題 當然我們今天不討論 產出問題 什麼生產力的問題 我們討論是價格問題 第一個我們看今天大陸 1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公佈出來是年增率是2.5% 比原來預期2.4%還來的高 按照大陸人行的目標是3% 作為它通膨的一個目標區間 它比FED 比歐洲人行都來的高 那FED是以2%來做一個觀察 可我們注意到核心的CPI 扣掉食品能源是來到增長1% 後面這還是一個微積分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這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總和的它是2.5% 它是個積分概念 我們特別要從微分 就是扣掉食品跟能源的概念 什麼意思 講微積分大家就昏倒了 因為我知道10個同學 有9個同學上微積分 不是在睡覺 就在傳紙條 現在都在滑手機 所以微積分 這門學科創立的目標 就是讓老師可以盪掉你 觀眾朋友 因為其他都會過 只有微積分很容易被盪 講到昏倒 我們講這什麼意思 這就是油門 當然還有一個煞車 可是這個就是你的時速表 所以當你的油門在慢慢採 越來越用力的時候 你可以想見的 這個時速表 在未來的時刻 它會越來越快 觀眾朋友就懂了吧 所以微分就是油門 那積分就是時速 所以微分扣掉食品跟能源的 核心CPI在走高的時候 代表未來整個CPI 還有持續走高的過程跟境界 所以這個油門在加速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預估 整個大陸物價會越走越高 那另外我們從另外一個這個 微面來做觀察 大陸的生產者物價指數 那大陸生產的物價指數 受到機期偏低的影響 另外受到供給車改革的影響 哇 一月份的年增率高達6.9% 遠遠的超過市場的預期 所以這一波由供給面 帶動的物價水準 為什麼關於 因為這個物價膨脹有兩種因素 一種是需求帶上來的 所以消費者物價會比 生產物價更強 這就是需求面拉動的 那另外一種是供給面推動的 就是供給過少 所以我們看PPI領先做轉強 所以這一波從大陸的一月份CPI跟PPI 消費者物價跟生產物價 從這兩個數字 我們直觀 看到之後就有一個解讀 就是由供給面所帶動的物價推升 這供給面帶動的推升是好事嗎 我們就要往下做觀察 第一個我們從整個大陸生產的物價 一個指數做觀察的話 發現40大的行業當中 有33個行業的產品價格是出現上漲的 那特別是包括了能源的石油天然氣煤炭 還有包括黑色金屬 有色金屬以及相關的加工產業 這個年增率都是非常大 而且他們年增率高達5.7個百分點 佔這一次PPI的82.6% 所以生產者物價大幅走高 主要送到的是原料漲價 你想生產者的原料 生產者就是我們消費者的上游 那生產者的上游又在漲價 這就是非常特別的事情 那什麼原因 我們就要重新回來看 2015年12月18號到11號 現在已經2017年2月14號 我們回去看 等於是一年半之前發生的事情 當時習近平在為期四天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在北京召開 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補 就是去產能 去槓桿 去庫存 賬成本跟補短板 那過去一年 這個大家可能耳熟冷想 可是這個現象 會有個政策發酵效果 在2015年的12月底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正式拍板定案 經過去年3月份 兩會確認政策的行政細節 到去年下半年的全面發酵 那現在我們要觀察 觀眾朋友最近可能這一年來 像我們的大K 給觀眾朋友講的股票都賺翻了 中紅一倍 中實化一倍 普風一倍 觀眾朋友 大K在從去年3月份 到現在的股票 漲一倍的幾乎全雷檔 我檢視過大K去年建造 到今年建造 大概25 6檔股票 只有一檔 我讓觀眾朋友賺錢 為什麼是大K這隻公雞偉大 還是後面這隻太陽偉大 觀眾朋友 一隻偉大的公雞 一定要了解太陽何時日出 觀眾朋友 因為你把時間較準的話 基本上你會變成一個很偉大的公雞 所以大K掌握了整個 包括補庫存 還有庫存週期 以及整個中國的一個去槓桿的 攻擊車改革 很容易賺到錢 觀眾朋友 真的叫很容易 所以我們看最近這行情 不斷一波接著一波 一波接著一波 不斷地再加溫 那這會延續多久 觀眾朋友說去年我沒看大K 那今年怎麼辦 那去年好代表今天好嗎 今天好代表明天好嗎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力道會多久 第一個 像羅文剛 從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之後 整個報價漲了100% 漲了一倍 所以去年台灣最大的鋼筋貿易商 有這個機會 跟世光進行一個參會 還特別問說這個鋼筋怎麼看 所以我們看到 市長官面有 請您有福 我們經濟報一支團隊非常認真 在為官面做準備 所以不是只有你在看 你說我又沒有鋼筋 可是事實上台灣鋼筋貿易商 也在看經濟報 所以鋼筋去年漲了102% 玻璃漲了70% 我們看今天台幅好強喔 包括銅 首先特別提到 漲了42% 包括化鮮原料最重要的PTA 漲了36% 橡膠漲了110% 鐵礦石漲了138% 大概我們就要回來做觀察 因為這個力道 第一個會多深 第二個會多久 第二個影響會多廣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 整個生產的物價 跟供給車改革 已經慢慢傳導到 我們一般消費者的 這個荷包的大小之中 您能觀察 早上9點半 中國大陸統計局公布的CPI跟PPI 基本上都是報表 一個創三年高 一個創五年半新高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比較特別的 你可以發現 這個紅色線是生產者 這個物價指數PPI 它是一路的往上漲 反倒是CPI的部分 其實漲幅沒有這麼大 那當然他們兩個出來的數字 都是優於市場預期 但是我們先把重點放在PPI部分 因為PPI這一次的漲幅 是完全這個 原本預估6.5 結果來到6.9 而且預估下個月 還可能會再往上跳 原因在哪裡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PPI 這個生產者物價指數裡面 不管你是這個工廠的出廠價格 或說這個買入價格部分 就是連增率部分也是藍色這條 一樣都一路的往上衝 其實包括美國跟歐洲 上個月公佈的ISM 這個PMI製造業指數 其實他們的狀況也是如此 但我們今天把重點先放在 這個中國大陸部分 有機會再跟大家報告 這個歐美的情況 是 這兩個上漲我們剛剛也統計一下 其實算個月統計 那我這邊算出來的統計是 像羅文鋼 到今年1月11號到20號 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 它漲了73% 熱壓鋼板漲了89% 像新這個護新這個新定 也漲了78% 焦炭202% 棉花跟豆博 就黃豆粉 也漲了20%左右 你可以發現 好像這個農產品 稍微少一點點 為什麼 待會我們後面跟大家報告 剛剛我們看到這一張 這個PPI的圖表 大家有沒有發現 關鍵點在哪裡 就在這個地方 當初2015年的時候 8月9月10月10月12月 都是負的5.9在這個地方 對 整理得非常久 為什麼從那開始起漲 就是你剛剛講到的 習近平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對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 2015年的12月 對 但其實他在前一個月 就11月的時候 這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第11次會議裡面 他那時候就已經特別提到 供給式的改革 對 那時間點就是 2015年的11月 這個11月呢 就跟這個點一模一樣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抓到說 這個東西可能會影響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們一直在關注 中國大陸的庫存的變化 是 所以才開始講原物料 那從這邊開始 那現在重點是他要走多久 對 我們先看一下 十三五計畫呢 是從2016一直到2020 所以基本上時間 絕對還沒有結束 時間會繼續往下走 那不管是去庫存的部分 你說水泥鋼鐵 說焦煤焦炭等等 我們講過非常多 去庫存部分當然就在房地廠為主 對 去槓桿的部分呢 這個預防金融的部分 降成本呢 就是要降這個企業稅等等 那補短板就是擴大這個有效供給 其實這幾個呢 都會對於中國大陸 或說台灣相關的供應鏈 我覺得未來都會有一些影響 像我們講最好的補短板 大家都沒有想到 今年一月份 假如官方有投資台股 就看到紫類股暴漲 這個紫類股暴漲 說實來真的是 完全是想不到 為什麼 因為紫類 尤其這種紫器品 基本上它的進入門檻 說實在話不是那麼高 可是你要大規模生產 其實它的資本要求又很複雜 因為官方你看有沒有紙箱 我們每次送水果禮盒 官方那水果禮盒不是 製造出來就是一個禮盒的樣子 它是個平面式的 可是通過工藝的設計 讓水果的小麥 可以把它紙 這個紙板折起來 變成一個紙盒 好神奇 我剛剛去百貨公司 還看到紙的藝術 可是什麼叫有效攻擊 就是要把一些高污染 或一些過去吃太多 外部成本的企業給去除掉 所以沒有想到過去幾年 台商最大的劣勢 就是每天被環保積查 每天被稅務單位積查 感覺民不聊生 為什麼台商那麼可言 在去年開始忽然變成 因為平常就有做環保 平常就有繳稅 忽然他們活下來了 所以為什麼榮成忽然 今年蹦一下一個月漲一倍 原因在這邊 以前的這個夕陽產業 忽然變成了曙光產業 就變成很特別 對 就是一個公企車改革之後 讓原本台商的劣勢變成優勢 那我們剛剛講說這個PPI 你看這個PPI這個走勢 就很像你講的 不管是紫類股也好 這感覺像一路往上走 也像這個 中國大陸的股王 這個貴州茅台一樣 就像你把它當成股價來看 就是一路往上漲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持續關注 但重點是 剛剛有提到這個公企車改革 但是最近我們剛剛講說 今年一定要注意一個重點 就是綠色中國 這張圖表應該看過很多遍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很重要 讓大家再看一次 這是去年9月份 就已經推出來的 水污染相關的 那十一大產業呢 我說真的 我再唸一遍給大家 這非常重要 造紙 食品加工 製格 紡織 有色金屬 氮肥 農藥 焦化 電鍍 化學原料藥 跟染料原料的製造 其實很多的產業 因為這樣的關係 基本上台商的劣勢變成優勢 對 名牌這個地方 我們持續幫大家做追蹤 綠色中國大家記得 這是去年9月 那我說供給車改革 它其實力道越來越強 因為從2016到2020年 這是去年9月 到去年12月的時候 這個國務院也提出來 那天有讓大家看過 很多產能嚴重過剩的 鋼鐵 煤炭 船舶 玻璃 電解鋁 水泥 對 那可以發現 這些供給車改革打的什麼 都是屬於這種重工業為主 所以你發覺 PPI為什麼會漲 為什麼CPI不漲 因為 重工業 對 供給車完全是針對 這些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 在做一些打壓動作 所以讓PPI整個價格起來 供給車改革到今年說真的 還在 這個力道還在增加 大陸在下個月 下個月會有兩會 兩會之前會有很多地方的兩會 其實地方兩會的討論已經結束了 其實大陸的兩會就是跟我們的院會一樣 上下醫院的院會 對 地方先討論 然後有共識之後 到中央在一起做承報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現在 今年的目標 你看水泥 平板玻璃 不管是江蘇 河北 寧夏 都還在去產能 這個去產能的量 這個數量都已經出來了 同樣要延續到2020年底 所以這力道非常非常的強 那我們剛剛提到兩會的部分 其實兩會到最後一個兩會結束的 應該是海南省 海南省是在2月14號到18號結束 下個月的3月3號開始 北京的兩會要正式召開 中央的 對 那裡面通常市場上現在在預測 兩會會討論到 比如說一帶一路 智慧城市 環保 最近這個埋害非常嚴重 所以埋害對我們剛剛講的 綠色中國 這是今年投資的一個主軸 大家要特別記得 是 那兩會的部分 其實之前報紙有大概整理了 今天也是會提到 鋼鐵 煤炭 建築材料等等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供給車改革 不是說已經結束 現在才正要加溫而已 是 我給我舉個埋害的例子 因為我剛剛在過年前 那時候請假去大陸的東北訪問 那時候我們看到 為什麼大陸會有埋害 其實埋害的問題 但是現在有化學污染 我在這個我們之前節目 也跟萬民哥市場做討論 可是埋害其實很久了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北方 知道冬天要取暖 那燒什麼東西 就燒結梗 譬如說玉米的那個梗拿來燒 玉米吃掉 那梗怎麼辦 有的做肥料豬也不吃 就拿來燒 燒完之後變炕 就取暖用 所以在整個華北地區 過去 包括東北地區 燒這種農作物的副產品 這種結梗的比例是很高的 怎麼打 打不完 怎麼關 關不完 因為一戶一戶其實污染很小 可是累積起來嚇死人 可是觀眾朋友 現在怎麼辦 釜底抽薪 你要怎麼叫農民不燒結梗 觀眾朋友 良方法 一個是免費送給他電熱 就是供熱到你家 這成本太高 另外是讓結梗變貴 讓你燒不起 觀眾朋友 結梗變貴 怎麼結梗 結梗是廢物 觀眾朋友 你今天吃完 那根玉米 你會把那個留回家 儲藏起來嗎 還是找個垃圾頭丟掉 通常就是丟掉 可是現在就是乙醇 燃料乙醇 所以大陸想出天才方法 只要燃料乙醇 一旦加工跟成為產業化的時候 這個結梗會被收購 農民會捨不得燒這個東西 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嗎 用市場經濟完成他的綠色中國 我們只舉一個產業例子 所以觀眾朋友 名牌就出來了 為什麼燃料乙醇 在大陸最近股票漲翻天 因為他不是要工藝乙醇 而是要搞霧霾 就是要把你們燒東西 我釜底抽薪 我來炒結梗 本來一斤不要錢 一斤50塊 你看農民燒不燒 農民當然不燒 把吃完玉米囤積起來 賣給廠商 玉米可以賣很多錢 所以我們看到 很多這種環保體材 反而印象 不是水資源什麼污水處理 那麼簡單 而是他會引申出很多 想像不到的大商機 對 雙翔哥講到一個重點 剛剛講到PPI會起來 是因為供給設改革 供給設改革是偏向 工廠原材料的部分 所以讓這個PPI起來 但是PPI起來 為什麼CPI還沒起來 其實我覺得CPI 未來起來的機會也很大 對 這個PPI起來之後 這個通膨已經開始加溫 等CPI再起來的時候 今年的中國大陸通膨 我覺得大家要特別留意 升息循環就要來了 對 CPI我們看一下CPI的年增率 只有2.5% 為什麼 這個跟PPI來講 差了一截 對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 這一次的CPI主要是由 非食品的價格帶動 它已經是連續三個月 都高於歷史的平均值 比如說這種醫療 保健 交通等等 食品價格其實沒有漲太多 我們看食品價格 這中國大陸前 這個50大城市裡面的食品裡面 所有的不管從米 油 肉 或說大白菜 油菜 芹菜等等 你可以發現它的年增率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呈現這個衰退的 負值 對 負值 所以CPI沒有起來 原因在這邊 是因為食品價格沒有起來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中國大陸 除了供給設改革 還有綠色中國之外 現在推出一個最重要的是 農業供給測改革 對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它裡面當然有很多細項 你說要糧食安全 糧食穩定 然後農民要增加收入 跟土地改革有相關 對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庫存要合理 什麼叫庫存合理 是 中國大陸的玉米庫存 目前2016年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大概是一億噸的 這一個 一億噸的這樣的一個儲藏量 上面這是全球 全球從2015到2016 其實差不多 都是兩億噸左右 但是中國大陸 從這個15年到16年 它的玉米庫存還在增加 對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 也要走農業的供給設改革 要去庫存 所以大家想想看 未來供給設改革 綠色中國 加農業的供給設改革下去之後 PPI CPI一起起來 所以今年的這個通膨 大家要特別的一個留意 我剛剛廣告之前還研究台灣的食品 快有沒有機會趕上 為什麼會關閉一下玉米 玉米大概保鮮期兩年 兩年之後它會開始脫水 脫水之後就不能給豬吃給人吃 叫做成玉米澱粉 就是我們常吃食品加工 最重要的原料 可是這個玉米只要擺到五年以上 它的營養養分也會流失 連玉米澱粉都做不了 就只能做生殖燃料 所以剛剛其實大家提到一個 玉米的庫存問題 這有些我們在討論 我先請教玉老師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這一波的共濟的改革 到底我們要怎麼解讀 因為有時候請玉老師 來去把震度拉高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到利多 今天升息可能影響三個月股市 今天降息影響三個月股市 今天一列一休 可能對於產業的成本 會反映在下個月 可是一列一休背後的政治意義 它可能是很長期的 可能這個升息降息 耶倫的鴿派跟一派 它是一個很長期的故事 所以為什麼有權人像巴菲特 巴菲特為什麼能成功 因為他老爸是國會議員 觀眾朋友 巴菲特生下來 每天在家裡的 來吃飯的叔叔伯伯 不是參議員就眾議員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了嗎 所以巴菲特太比一般人了解政治 他前二十歲都在學習政治 可是他一出社會就賺大錢 那索斯更是把所有賺錢投身政治 索斯怎麼拉高 到底習近平這個共濟的改革 我們在投資面上 或在國際上怎麼做一個觀察跟解讀 最高層級的 就是要講到這個大陸的這個領導人 比如說習近平的這個政治哲學 那我在這邊的話 讓我想起來這個十六世紀 有一個很有名的 意大利的一個政治哲學家 也可以說是最有名的政治哲學家 叫馬基維利 就戰爭論 馬基維利 他講的軍王論 軍王論 他這個軍王論的話 來講的一個情況 他講的這個情況 其實說明那個 並不是你要去讀書就能搞政治 就是搞政治的人 要有一種性格 要有一種認知 這個認知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領導人 又要人愛 又要人怕 然後你自己本身就懂得 如何讓你的政策能夠貫徹 那麼這個的話 經過長達多少年的時間來講 上百年好幾百年來 大家認為說這是政治領導人 的一個最主要的特質 對 尤其是英國人就會發覺 這件事情特別重要 所以我最近看了一個節目 把所有的重要的領導人 什麼英國的布萊爾 小布希 梅克爾 包含這個大陸 早先的幾個領導人 都強調這些人的話 他天生就有這種領導人特質 他讓人愛的同時又讓人怕 那麼你這個供給策改革 本身要能夠執行有效果的話 你這個政策要執行 一定要有效果的事情 一定要讓人怕 他不敢不聽話 郁老師我們二十年後 等會有一天我們老了 這個老了有一天我去 郁老師家探望郁老師 我們在聊二十年前的 供給車改革 我們會看到什麼樣東西 我們拉到時光二十年後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群 大概現在都是三十五到五十歲左右 應該都看得到 二十年後回來看今天的行情 可能今天你聽大K的股票 要賺到了錢 你可能參與這場供給車聖夜 看得熱鬧 可是一定會留下些什麼東西 在二十年後的中國政治的發展 或進方戰爭 留下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因為供給車改革 我們知道美國近代最偉大的總統 雷根士之一 雷根就進行供給車改革 我們知道柴契爾還能拍成電影 因為柴契爾也在市場經濟 資本主義當中 能夠玩供給車改革的 只要能夠玩供給車改革的 歷史都給非常高跟正面的評價 基本上在中國歷史上 王恩時 王莽都是搞供給車改革 在中國史上 當然失敗例子也好 但後世還是給很高的討論的空間 我們怎麼看待 二十年後它變成了教材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講 這個二十年後會看到這些事情 會發覺整個這個大陸在 進行這個蛻變的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政治的力量的話 要能夠輔助經濟發展 我們現在的話 在預測這個二十年後的情況 覺得還是有一點久遠 但是到目前為止 你剛剛提到柴契爾夫人 那個時候的話 他所做的供給車改革 其實是針對原來 國營企業的補貼 把它整個刪除掉 那我那個時候 在歐洲的時候 我就常常可以看到這個 柴契爾夫人跟這個煤礦工人之間 那個爭執非常激烈 那時候那個煤礦工人罷工 罷了將近三百天 就是讓全國冬天的時候 都沒有煤燒 然後堅持挺過來 挺過來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發覺 那個時候的國營企業 讓一個日不落地國 已經是落魄到三流國家了 產生這種共識 那今天這個情況 剛好是相反 就是說今天是一個三流國家 透過供給車改革 要爬上最強的國家 所以這個難度 可能增加更多 如果說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那麼在這種做法上來講 比如說補短板 比如說是這個降成本 像這些做法的話 都是必須要透過政治力量 讓這個銀行能夠 適時適時適地地放水 所以在這個節目當中 也經常看到 這個大陸的央行 經常不斷地遇到情況 一下子利回購 一下子又各式各樣的 什麼辣椒麵 胡椒粉 又想辦法 能夠配合 它的整個資金的需求 主要原因就是說 我讓你的企業 如果你爭氣的 我不會讓你倒 如果你不爭氣的 我一定讓你死 是這種原則 才構成它的供給車改革 因為一個國家的環境 要讓那些依靠國家 而生存的人 不再依靠國家 太難了 今天台灣面對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對不對 如果說是大家繼續依靠下去 那麼一起成為丐幫 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說今天來講 我們20年後 回頭一看這件事情 會發覺這個極有可能 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好 我們看到在大陸公佈的 消費者物價跟生產物價 大幅走高之後 我們看到大陸的貨幣當局 人民銀行再度進行 資金的回收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 除了結構性的緊縮之外 在環境面當中 其實這一點 是西方經濟學破產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在進行供給車改革的同時 通常不能用緊縮的貨幣政策 為什麼 因為供給車改革 很多企業會入不敷出 或無法提供充足的營收 所以通常會給比較寬鬆的環境 可是大陸 逆的來做 反而給一個緊縮的貨幣環境 讓供給車改革更加速 要倒的倒快一點 別撐了 所以事實上我們看大陸做的動作很特別 那觀眾朋友我們要看下一步 為什麼因為從2015年供給車改革之後 其實大陸的物價越走越高 過去才2000年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 為什麼長期通縮 因為中國扮演了一個世界工廠 輸出低物價的產品 輸出了全球通縮 可是這一次大陸還是世界工廠 可是為什麼中國的內部要素的升值 卻沒有影響全球的通膨呢 就是從這一天到這一天 觀眾朋友我們這是什麼價格 人幣 因為人幣的外部貶值抵消了大陸內部的升值 使得供給車的改革到現在為止 對於全球經濟尚且無害 可一旦人幣只貶回升 觀眾朋友內部升值的壓力 會透過外部強勢的貨幣傳導到全球 那無害的改革可能對它無害 對我們就有害了 所以我要請教萬民哥觀察一下 因為今天這個 來到二月初我們看到 今天公布的數據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 因為台北股市今天9元700點 到底是要跟著市場去追萬點 還是要留意下一步的投資 不見得是看空 也不見得是上漲 重點是最近 你買什麼股票會賺錢 或你未來今年 明年 後年 五年會賺錢 我們怎麼看待這場的變化 這個變化大概可以發覺 大陸長期以來困擾 經濟結構最大的問題 就是產能過剩的問題 出現了轉機 這個攻擊車的改革 其實也不是從習近平開始 只是他把這個當作施政的核心車獎 然後透過官媒對不對 不斷的對外宣揚 感覺上好像以前沒有人這樣做過 我跟大家舉一個 我們現在經常講這個貿易保護 然後匯率大戰 貨幣大戰 1985年廣場協議 那個時候有兩個國家 表現後來結果完全不一樣 一個就是德國 一個是日本 廣場協議簽訂以後 日圓快速升值 馬克也升值 馬克也升值 但是日本升值的結果 第一個就是影響到它的出口 影響到出口日本人的做法就是 政府擴大公共指數 這個結果就造成日本的負債 政府的負債佔GDP的比重 一路水漲船高暴衝 德國剛好 那個時候德國剛好碰到政權的轉換 就是1982年科爾 代表著這個基民黨 一個超級大胖子 對 一個大胖子 叫做那個什麼壓力總理 因為他那個頭長也跟梨子一樣 他上台就是改變了過去 德國長期奉行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 對 採取了由勞動市場改革切入的 一個所謂新的自由主義經濟計畫 對 為什麼 他發覺對不對 過去對不對 因為過度的實施凱恩斯計畫 政府補貼或者公共投資的結果對不對 對 德國的整個勞動市場 還有工人的這個收入 還有國家的這個財政的這個結構 都迅速的這個惡化 是 那必須要從這個勞動市場去著手 讓這個釋放出來 或者解放出來的新的勞動力 生產力對不對 可以滿足不同的需求 那就很快的對不對 讓德國的這個失業率 由當時大概百分之八點多 一下降到這個不到百分之六 是 那為後來1992年這個德國的統一 奠定了這個基礎 但是統一以後 德國還是有壓力 經過一段時間的苦日子 但是沒有前面這個 科爾的這一段時間的 迅速改革的話對不對 可能 你這個很諷刺 西德改革成功 並了東德過了一段苦日子 現在南韓跟北韓統一 南韓要準備過苦日子 以前我們覺得台灣統一大陸 台灣會過苦日子 現在習近平害怕 因為大陸一旦統一台灣 可能大陸三億人口 要過一段苦日子 因為台灣的包袱太重了 任何的結構性的改變 都會有人的利益受到衝擊 都會帶來短暫的痛苦 看你能不能熬過去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攻擊車改革的事情 也不是對不對 這個近代才有的事情 只是把它理論化 做理論化系統系的論述 是經濟學出來以後 才有所謂攻擊車改革的 我上次參加一個好朋友 長輩的告別師 看聖經的傳道書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所有的事情 現在發生過的 以前都發生過 所以就是萬民哥在我們節目 來賓的重要性 因為官媒真的沒有新鮮事 什麼事情都發生過 只是可能穿得不一樣 長得不一樣而已 那攻擊車改革 這個大陸中央 你看很多官媒 就會讓市場取決定性的作用 過去為什麼大陸經濟會出現 庫存過多才能過剩 因為GDP掛帥 地方政府為了刺激投資 提供免稅 然後拉動房地產的投資 就造成了經濟上的扭曲了 但你現在就回到市場經濟 這個事情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一千多年前 中國就發生這個事情 是 這個是一千年前 這個宋奎中時候 這個北宋的官遙 就皇家使用的這個瓷器 這個叫軍遙 這個叫做儒遙 這兩種的極品 規定只能給皇帝使用 是 特別是儒遙 這個雨過天津池 這個是皇家的極品 老百姓不能用人 老百姓只能用一些很粗躁的 這些瓷器 對 我們再跟大家看一個圖 這個是大陸最近 這個進行的一項全世界有史以來 最大的這個海底的這個 考古的這個調查 對 這個跟發覺 這個1987年 大陸在這個廣東洋江外海 就發現了一艘這個 南宋時代的這個 沉船 沉船 這個沉船大概估計有這個800多公噸 對 挖出來主要裡面都是外銷瓷器 對 這個是這個船 復原的這個想像的這個模型圖 對 這個你可不可以說 這個 這個沉船1987年就發現了 是 到2007年才把它撈起來 是 1987年發現大陸沒有那個錢 也沒那個技術 撈起來 你可以看出來 它現在可以進行全世界 對不對 規模最大 然後技術最高的這個考古學 考古學其實是運用的科技 是我們一般人很難很難想像的 因為你至少保證一件事情 東西挖出來不會馬上變紙 對 它挖出來的瓷器 種類就非常多了 這個是 這個是龍泉窯 你看 埋在海裡頭800年 還換花了這個光澤 對 這個是這個 貝殼 不是貝殼 這是另外福建的 這個出口的瓷器 它的這個精緻度 已經超過 宋徽宗時代 對不對 北宋皇宮所 用官窯 官窯的這個品質 而且 它的這個形質 多樣化 更是官窯 所不能夠 所望成莫及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形 因為到了南宋以後 南宋政府 對不對 開始對瓷器解除管制 好的瓷器民間也可以用 甚至可以拿去外銷 這個結果就不得了了 北宋的瓷器生產 主要是集中在什麼 河南地區 對 到南宋以後 遍地開花 浙江江蘇 胡建 就是你講遍地開花 慢慢慢慢就變成 中國出口瓷器的這個 阻力了 對 我跟大家舉一件事情 宋朝這個很特別的這個 這個政權 以商立國 對 我們傳統中國都認為 是以農立國 對 它這個慷慨就是很強調發展 這個商業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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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經濟 北宋時代的這個 非農業的這個國家收入 已經佔了75% 是 到了南宋更進一步 到了87% 對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它的這個 士博斯的關稅收入 佔了國家總稅收的3.4% 你覺得好像 現在台灣就佔了百分之十幾 沒什麼了不起 對 那是古代 對 外銷東西都是靠這種帆船 自然力 人力 對 能夠一年對不對 有幾千萬貫的這種 關稅收入 不是 幾千萬貫的產品出口 然後有幾千萬貫產品的這個進口 對 然後中間政府呢 收了百分之十的這個關稅 關稅 就高達340萬兩 對 這個比明代一年的這個 初期的一年的這個國家總收入都高 是 你就知道 為什麼對不對 那個到南宋的時候 這個瓷器的這個出口 會這麼發達 其實一直到晚清時代 瓷器都是中國最大的這個出口這個產品 對 主要就是南宋開始放鬆了這個 對於瓷器燒食業的這種經濟管制 對 讓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 只要你有錢 你不管是內銷外銷 那就刺激了新的需求 就刺激了技術 還有生產力更進一步的提升 對 你這個就是一種攻擊側的改革 那現在你可以看出來 習近平的做法其實跟 中代的時代這個政府對於這個瓷器產業 從官窑的這種嚴格管制 到逐步的這種開放 到這個發揚壯大對不對 薄薪對不對 好像他所採取的思路 由不謀而合之處 是 就是減少政府的干預 讓市場對不對 來起決定性作用 對 然後能夠達到供需的均衡 然後刺激到這個整個產業的發展 這個就是供給側改革的基本精神 好 我們要持續觀察 因為特別是這個 在今年又是碰到大陸的十九大 這個政權的一個交替的關鍵時期 尤其是這個供給側改革 它不僅僅影響我們的就業環境 影響到我們的股價變化 甚至對於全球的物價 所伴隨而來的利率政策 可能會將2017年出現巨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今晚回來觀察 因為在這個時候 其實美國總統川普 這個川普不是大好就大壞 那現在到底是大好還是大壞 並不知道 可是我們從美國股市 昨天S&P 500 再度刷下了利新高 美國股市的總市值 已經來到20兆美金 台北股市的總市值 才不過30兆台幣 到底是有多大量體的市場 相對於美國的經濟支撐得住嗎 按照美國最新蓋洛普的民調 又對於川普有什麼樣 美國市的派往這邊期待 我們將來觀察 白哥 新聞解 好 美國股市昨天突破了 市值20兆美金 特別是S&P 500 迎來到2328點 再度刷新率也新高 那我們看就是昨天板塊的分布圖 當然美國股市長的是綠色 疊的是紅色 所以代表綠的比較多 代表長的比較多 那這個市值的突破 當然歸功於川普救援之後 給美國的投資人 有無限的想像跟期待 可是我們還是要觀察 這個長期的指標 這個長期的指標很特別 它在當下不準 可是事後後悔很有用 觀眾朋友懂意思了嗎 我早知道就怎麼樣 所以這叫後悔要 所以當下準不準 通常不準 可是事後看很準 什麼東西 就是市值 股票的市值跟GDP的一個比較 其實觀眾朋友就很特別 為什麼市值怎麼來的 觀眾朋友市值就是股價乘以股本 那股價怎麼來的 股價是從本益比來的 本益比怎麼來的 從每股EPS乘以期望報酬的倍數來的 那GDP是每年創造的經濟規模 所以他們兩個關係 其實是極密切相關 所以出現了市值跟GDP的一個比值關係 這到底誰高誰低 經濟發展的速度會比股市更快 還是股市上漲速度比GDP發展更快 所以結果筆子出來 也俗稱巴菲特指標 那巴菲特自己呢 所以觀眾朋友巴菲特的書 能燒的趕快燒 能丟的趕快丟 因為巴菲特的書世光買了不少 看完之後全是騙局 巴菲特從來沒有照他書裡面寫的 做任何一樣投資 觀眾朋友百分之百 所以巴菲特自己認為 美國的合理價值是80%到110% 可是最近已經來到129% 巴菲特幹嘛 巴菲特繼續買股票 所以觀眾朋友巴菲特 就是專門呼嚨你呢 為什麼知識有兩種 一種是無償報仇 像院老師的哲學知識 是沒有報仇的 那另外是有償的 就是讓他的投資人 變成笨笨的 觀眾朋友懂意思嗎 假設世光是主力 我的目的就是讓你變成笨笨的 為什麼 因為你笨 你才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你比我聰明 像大K比我聰明 那就玩不下去 所以巴菲特為什麼一直出書 而且請出版社幫他出書 就是希望讓觀眾朋友 變越笨越好 所以你有多笨 趕快看一下你書架 有幾本巴菲特的書 你就可以大聲的嘲笑自己 所以我們看 市值GDP的比例 現在來到129.2% 事實上這個比例 其實已經有點失衡了 代表整個美國股市的 EPS跟GDP脫鉤 另外也是美國的期望報酬 跟美國真正的經濟發展 出現脫鉤 所以這比例過高 事實上代表美國 進入了長期的高檔區 可是經濟學 一句話 假如看長期 我們都死掉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到底川普的民調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這個前面看股市 到底兩萬點 兩萬點三百點 還是兩萬三百 兩萬三千點是高點 其實事後才知道 可是川普的行情 到什麼時候結束 按照CBS 跟我們糾正講 是CBS媒體發布的最新民調 對於川普當選總統 現在事後民調 第一個支持者有22% 有條件支持他的22% 對川普感到好奇的21% 反對川普的35% 觀眾朋友不要學台灣媒體 反對川普的就是美國人的少數 我不講川普是好是壞 但要觀眾朋友先了解美國 了解川普 先知道 你看到反對川普的媒體 或那個把牛 生牛肉搞在頭上的 基本上 他是少數 他們今所以會爆紅 就是因為他是少數人的一些異類 長得怪怪的 長得奇奇怪怪的 那個說哈囉 說兩腿砸開 說哈囉 那一般不是正常人做得到 所以他會哄 所以觀眾朋友分成這四種人民 這CBS最新的民調 支持川普的22% 有條件支持的22% 所以加起來44% 對川普感到好奇的31% 反對川普的35% 所以基本上是 按照目前最新的民調 那假如川普失去支持 他就問喔 問這些有條件支持川普的人 你們上次把選票投給川普 假如下次不會投給他 是什麼樣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 80%的人是認為說 因為經濟沒有搞好 就是當初有22% 是有條件支持川普的喔 那下次不投給他 所以經濟沒搞好 第二個原因是 就是行為像一個政客 所以觀眾朋友 川普能把經濟搞好 或把政客的形象打破 是這些人繼續支持他的理由 好另外我們看一下 那川普的支持者 現在怎麼看川普呢 他們認為 哇 31%的人說 他比他講的做更多 了不起 這人說到做到之外 而且做更多 另外說到做到的人 有64% 那只有4%的人認為他說到沒做到 所以代表川普的支持者當中 這核心支持者是非常滿意 觀眾朋友說 非常滿意 這也對川普的連任 打下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那另外就是邊緣喔 中間選民 對川普感到好奇的人 他們下一次會支持川普 最大的原因也是 改善美國經濟 可是 可是 第二項是尊重不同立場的人 那對川普來說是做不到 做不到 第三項竟然是打擊ISIS喔 觀眾朋友 所以注意到這些人對於川普的支持 蠻特別的 好 袁老師我們看最新的民調 就是川普的真實的制度 那另外按照媒體的觀察 分成四個向線 到底川普是左派是右派 是全球主義還是自私的大美國主義 我們就分成國主主義 國家主義跟全球主義 上面就是自私 下面就是全球化 那另外右邊就是保守派 回到了他的宗教信仰 回到資本主義核心 另外是一個自由派 當然我們知道 歐巴馬在哪邊 歐巴馬在這邊 歐巴馬在電視牆之外 在這邊 歐巴馬在這邊 就是自由到了極點 而且相對全球化 可是川普到底在哪邊 從很多政策做觀察 現在他覺得 川普怪怪的 他有的政策偏向於大美國主義 有的政策其實又是有點全球化 有的政策蠻保守的 可是有的政策有相當的自由 所以到底川普何許人也 觀眾朋友還不是問題 我們就往下看下去 因為我們看到 在昨天最新消息是 美國的參議院正式通過一個 集保守派的財政部長 這個財政部長叫美魯欽 他也是高盛邦的 投資了蝙蝠俠這個樂高的電影 所以基本上他畫面就變成 樂高的蝙蝠俠 我們再往下做觀察 觀眾朋友 川普的現象也反映在歐洲身上 這是華爾街郵報最新的一個調查 紅色代表不滿意民主制度 想要回到蘇聯時代 綠色樂身綠的是很滿意現在的民主制度 叫民主滿意度 你看整個南歐全部變次化 觀眾朋友 這是共產黨發跡的好機會 那北邊瑞典芬蘭丹 過得很高興 所以這個很嚮往民主制度 可觀眾朋友看這張圖不準 我們要看一下這張圖 華盛頓郵報從1989年開始做報告 綠色的就是歐盟 代表喜歡民主制度 紅色代表反民主 從1989年 全歐洲只有義大利反民主 到了1993年 哇 包括了法國 西班牙開始討厭民主 到了1999年 經濟不錯 又開始生意大利 到了2005年 整個東歐 自從伯利維卡倒台之後 發現原來資本主義 所思根本是個鬼 來騙我們錢的 到了2010年 次代歐洲風暴的時候 你看整個 這個南歐跟東歐 也不相信民主 到了2016年 整個歐洲幾乎 都已經快要不相信民主 我要請教育老師 我們這題目拉得很長 從美股創高 到川普的形象 跟真正讓台灣人了解到 川普在於美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到川普的左右 自由保守 國際主義 或是國家主義 或全球化主義 到現在歐洲 近年很多大選 大家對於現在用靠一人一票制度 越來越反彈 這什麼樣的世界 因為這制度是不可逆的 我們不太可能推翻民主制度 這種選票制度 不可能 除非搞革命 怎麼辦 民主制度非常特別 民主制度的話 它是一種 就是沒有別的辦法的選項 對 這好像是邱奇爾講過 就是說他知道民主制度不好 但是的話 民主制度是唯一 讓大家能夠接受的制度 民主很像毒品 它比抽菸更恐怖 為什麼 因為它永遠戒不掉 像我們抽菸可以戒 酒可以戒 毒品可以樂戒 對 民主完全戒不掉 對 我稍微強調一下 民主制度它真正的一個問題 還不是說它本身是好不好問題 民主制度有一個錯誤的假設 民主制度的錯誤的假設 任何人都知道 它假設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 對 老師講很多次 對 那其實呢 每一個人都是感性的 對 比如說的話 像今天是前任節 大家就是說 我們沒有送花習慣的人 就過得緊緊張張的 是 其實也可以勉強做一下事 但是絕對說 365天的話 這一天跟其他天 有什麼不一樣的日子 這個是一個情感上的問題 對 那麼但是民主這個關聯 就是假設每一個人非常理性 理性做什麼 叫顯賢舉能 對 選了這個賢能的人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國家運作很好 但是完全是理想 所以說現在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民主大部分的人的話 接受民主以後 得到最大溫暖的感覺 我相信說 拿台灣跟大陸現在比起來 因為我們有 絕對的自由的情況下 我們感覺到一切事情 都可以談 可以另外找機會談 遇到警察之後 他要先告訴你 情況很好什麼的 他不能夠隨便查你 他不能夠隨便對你講話 出言不遜 他對各方面的話 要刻刻氣的 表示什麼 你是納粹人 你具有這個無上的權力 他本身是一個公僕的概念 民主的好處 就在讓你覺得過得很舒服 但是民主的壞處 就是他讓每一個人都過得很舒服 那這能解決問題嗎 這問題就出來了 但我跟南歐的國家的人 就是都是好朋友 那麼我就感覺到 他們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的嘴巴特別能說 每個人都很厲害 講到民主的討論 每個在飯桌吃飯的時候 都在討論政治 每一個人都有立場 希臘更不得了 希臘一講 就是把老祖宗都搬出來繼續講 那麼他們嘴巴都很能講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一遇到用錢的時候 就今朝有酒 今朝醉 沒什麼儲蓄的觀念 那麼這兩個一加起來之後 他們感覺到 原來社會福利好的時候 他不會想社會福利哪來的 就是說整個國庫慢慢浩劫了以後 大家日子越來越不好 就每次要逼那個民主政府 當成一個壽額 叫他嚇大膽出來 嚇不出來 所以譬如現在希臘 我看了一下 目前為止是最反對民主 馬上要出問題 但是你的表情已經說明 你已經先看到一些徵兆 過一段時間 我們的題目又要回到 大概每一年大概都要回個兩三個月 回到希臘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問題 是不能夠透過民主制度來解決的 所以老百姓都厭倦了 但是老百姓也不敢講說 那我們要獨裁 因為你獨裁你去哪裡找 你在二十一世紀 你去哪裡找那種獨裁的人 他敢站出來 選希特勒 要選一個希特勒出來 不容易 重點是現在出來的候選人 沒有一個是希特勒 我們常常講是時事造英雄 還是英雄造時事 答案是英雄跟時事之間是並進的 在這個時事當中有人逮住了機會 就一下冒出來 所以那個時代都才會出這樣的人 過了這個時代 過了這個村 就沒這個店了 所以現在這種 進入了一個民主的困境 沒有辦法解決 問民哥 至少美國還選出一個川普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迫及 至少他是大好或大壞 這個大好大好 至少不要是那種 這種閹割式的民主 選擇每一個人都讓我們失望 台灣現在對民主制度失望也很多 可是我們也無可奈何 因為民主選舉制度 比毒品更恐怖 完全戒不掉 不可能戒掉 怎麼辦 民主真的是說不是不好 對於民主的批評 2000多年前我們節目中提過的柏拉圖 對不對 就已經批判過民主 就認為多數的呂不可能 有能力決定公平正義 只有哲學家回到極權統治 才能維持所謂公平正義 我自己的看法 民主政治有一個麻煩 有個內在的矛盾 就是說他理論上 他是要建立一個更開放的社會 對 但他發展的結果最後 反而變成極端 反而變成他要建立一個絕對價值 這個絕對價值在政治制度上就是 不是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來的政體 都不是好政體 對 只有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來政體 合乎民主的精神才是最好的政體 是 好了 這個絕對的觀念一旦形成以後 就違背了民主 當初所標榜的多元開放 自由的觀念 是 很多事情就 你只要不是老百姓選出來的 對不對 你就是爛政府 不管你的效率好不好 所以我前兩天看 你知道最近大陸很紅的一個 就是什麼中國詩詞大會 對 就是那個學生比賽 看誰背的詩詞多 對 那來賓順口在開張的時候對不對 為了勉勵參賽者 就 就念了 就朗誦了一段這個毛澤東寫的詩 什麼 紅軍不怕遠征南 千山萬水只等賢 是 藉此來鼓勵這個來賓 要好好的對不對 專研中國古文學 我覺得 那個時候我覺得有點 對 有點魂情阻嚇的那種感覺 是 但是你就可以發覺 在這麼樣一個 充滿藝文活動的這個場合裡面 有人把毛澤東對不對 當年鼓舞紅軍 向前邁進對不對 遠長征的這個詩念出來 就覺得是有點不倫不類 但是好像又反映出一個現象 就是這個政治體制對不對 或者這個國家社會體制 對共產黨的滿意度跟支持度 甚至於毛澤東死了那麼多年 今年就是這個長征 紀念長征八十週年 老百姓還是念念不忘 共產黨的恩德 所以我記得前兩年 哈佛大學跟 最近北京我們要做專題 北京非常高調 要紀念台灣的228 非常非常高調 今天北京非常高調 因為北京去年終於披霧到了 國民黨是需要被推翻的 而且原來台灣人民跟共產黨 原來以前都站在一起 這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對 前兩年 前兩年就是 哈佛大學跟北京 曾經做了一次民調 對中共中央的滿意度 高達百分之九十八 當然對地方的滿意度 可能只有百分之七 所以民主政治 每次投票的時候都講四十度 但是共產黨強調一個滿意度 滿意度就告訴你 十年動作就是紀念抗美援槽 紀念開國 紀念童軍長征 洗腦 每一年給人家洗腦 對 你不滿意都不行 有了這個滿意度 這粉絲在就能夠自己 效率就可以出現 非常感謝三位 謝謝 謝謝